哈喽大家好我是大飞 今天出发骆驼城53公里 现在的位置是临泽县 今天天气不是很热还可以 前两天挺热的 今天还是有些阴天 没点补给就准备出发了 感觉这个天要下雨啊 今天最高温度25度 现在是24度 最低温度17度还行 今天吃一份炒面 刚才老板上来的时候吓我一跳 上来拍这个然后上来一个面 这是焯的 好像是就是这种面嘛 我还用炒面了 老板说这也是炒面 这就是面片 然后炒了一份小瓜 还有辣椒 还有这个肉 茄子西红柿 还有小白菜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牙虎 第一次吃这种炒面 还要把我撑坏了 那份量太大了 那一般人哈 就是要是南方胃口小的哈 真吃不了 哎呦 那真是一大碗加上一大盘子菜 哎呀太实惠了 干肝这边物价不是太高 而且饭食什么 很实惠 味道也好 我以前老感觉我们山东消费比较低 像资博呀 像资博呀 林仪呀 济宁呀 济宁 还有岛庄这些消费都不是很高 其实我来到甘肃以后 我感觉甘肃这边消费好像比山东还要低 国内两大消费比较低的省 一个是甘肃 一个是山东 蚂蚁森林 705号搜索林 大片的搜索树 以前的时候这里全部都是 戈壁还有荒漠 现在都已经绿了 可想而知 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些瘦瘦树的时候 这边的风沙得有多大 这可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 高台县 国家级重点工艺林管户区 这个搜索树呀 特别香 这一路现在都已经开花了 上面还有蚂蚁 蚂蚁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粉 骆蚂蚁也比较喜欢吃这个 沙漠味是防风耐旱 抗炎碱 还有这个 这个叫做骆驼刺 骆驼也比较喜欢吃这个 这也是比较抗炎碱耐旱的植物 这是沙漠里的植物 仔细看一下这个搜索树 是不是有点像测薄叶的叶子 今天的天也是灰蒙蒙的 高台县 这边是去高台火车站的 还是沿河道一直往前走 还有差不多14公里 到骆驼城镇 天气多变啊 说下雨就下雨了 没事 绕一下就行 谢谢了 说下就下呀 又下开了 下雨凉快 总比大太阳舒服 我感觉 又发现一处古城的遗址 不知道这是啥 高台县外面 我感觉这 是不是风火台 看这个样子也看不出来 没有简介 就剩个土城墙了 我感觉应该是个风火台 刚下完雨 在这边露营挺好的 有小亭子 我还要往前走 还有10公里 今天去骆驼城 继续往前走呀 不在这里耽搁时间了 我怕等会下大楼 看前面好像是有大雨 这边这条路 就是去高台县的 古时候这边的话 是交通要道 兵家重镇 九泉的北大河 和齐连山流淌下来的 黑河交汇的地方 就在高台 过了高台以后 就是弱水 以前有一句话是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就是说的这边的 北大河和黑河交汇的那条河流 弱水河 然后流往内蒙古 这次的话可能不途经 等回头出新疆的时候 就会经过弱水 在内蒙古 这次的话赶紧先前往新疆 转一圈 然后再出来 下大楼 反正 这浮了 又下雨 下这么大 我真是服了 哎呀 走着哪儿下着哪儿 哼 我去 跟着我屁股追 本来计划到骆驼镇修整的 然后找个地方露营 去不了了 雨太大了 不去了哈 哇 这个雨 我到阵子的话 我估计都打湿了 我过来的路口 那边有个亭子 赶紧回去 今天晚上可能要在亭子了 这有个亭子 这亭子也哨雨啊 哎呀 这亭子也被雨打湿了 怎么比没地方躲雨墙 车子的话 我估计也要在这露营 必须要扔外面 这亭子里面能搭个帐篷就不错了 好小 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看雨能不能小一点 等一会然后 合室就在这里搭帐篷 没地方躲雨 海了海了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要下到晚上8点钟 而且还是中雨吧 这应该是四个点 海了海了 现在才几点啊 快几点了 该得下一个都要是 我看到没有那个厅 真没有那个厅 一直在想 里头圈都打湿 我去公路边 看一下有没有超市 买点东西 这边有商店还有餐馆 超市有好几家 看看有什么合适的门一点 今天晚上去做饭 我可以要一小点吗 说一点要不给你切呗 行 那帮我切一点吧 一半差不多 一点多 突然有菜 我那里还有小瓜 在这没点肉 鸡蛋呀什么也有 还有葡萄 挺全的小小吃 我看停在那里搭个帐篷就行了 哦 谢谢 谢谢 因为那个棚子挂些鱼里边 就在他福管的 挂一点点 今天晚上可能就下到8点钟吧 过了8点就没了 晚上0033来一点还行 这又有2.45 那10小的就开吗 哦 嗯 就行 大的小的都可以 嗯 15块钱的肉 14块钱一斤 这里 刚才开车市的大坡上我去他们在那个铁棚底下露营 上了不过去了 在那边也不方便 又做饭又弄啥的 在人家眉口弄乱七八糟 而且在停在这边 就下到8点钟 现在这回雨又小一点了 我估计过了8点 然后就没有雨了 这两天的话反正是天 有点阴 稍微有一点小小的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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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又不下了 下的很小 把车子推出来 然后车放外面吧 正好晾下这个地面 晚上就在这个棚子里搭帐篷 现在先不搭 先弄点饭 做饭的话去台子上吧 那台子边上 刚要做饭 又下了 下就下吧 下的话 我把车子推到这边的这个树底下了 在这个树底下也行 要不然就只能去亭子里面 翻死了 下它又下 还下个不停 这比刚才下的更大了 做饭 做饭 真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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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斤猪肉 要洗一洗 它冻了很久了 一闻就闻出来了 看从高海拔 到低海拔 现在海拔差不多1300 这个瓶子都直接压扁了 有点花开 看这个 再用了 嘻 好 你 终于 为何 终于 那 这么 还 这个就不用炸油了吧 炸油我要把瘦的全削下来 下的有点大 这会儿又起风了 这天 感觉这花有点老了 肉也切好了菜也配好了 风有点大 到这边来 嗯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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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先榨下鱼 八点钟天就黑了 炖小瓜 要有个鸡蛋就好了 没药 真香啊 真的是很香啊 开饭了哈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喽 看一下今天晚上炖的小瓜 起火了哈 叫习惯了 老家都叫小瓜 这回终于不下了 下了 一两小时吧 8点钟 8点多了马上9点了吧 衣服都给我打湿了 8点半 吃完饭 打好帐篷9点钟 嗯 真香 以后 后面再一转 不被补给了 到地方先买 增加负重 我要减少 车上的一些东西了 没用的话 就寄回去 轻装健康 轻装健康 又太下了 很好 这边的 昼夜温差比较大 白天感觉挺暖和 一到晚上就降温 要不然怎么叫凉粥呢 要不然怎么叫凉粥呢 今天这个雨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要下了什么时候 赶紧吃吃完去把帐篷搭起来 正行车就放这边了 要不然推出来又被雨淋了 在这里还能防点雨 哇这弄哪去了 哇 这个座椅上特装 把衣服放上面 没事 像这样吧 我看了下天虚报呀 明天还有雨呀 还在下 下个不停了 今天晚上可能 要到下半夜才停 不知道明天什么时候 好像国内现在 马上进入雨季了吧 我看各地好像现在都陆陆续续的要下雨了 反正是这几天 河西这边 天天下 没事就跌等两滴子 今天是下的最长的一天吧 就看明天下雨嘛 明天要是一直下的话 还走不了 明天要是不下雨的话 就正常出发 不下的 我注意 是 來吧 來吧